超过两米高的银色装置艺术品 被摆放在高雄高宫的草皮上 成了校园中的一抹两立风景 这其中的制作过程相当艰辛 更是耗时长达半年才完成 希望就是在课程里面再做延伸 那建筑课它本身就有类似的 焊接的课程 那从这些课程当中 我们再把它深化 所以看到后面这些作品 他们都还会再花到额外的时间 去做这些作品的发想 跟整个的一个制作过程 学生在创作过程中 学习团队合作 熟练焊接技术 更加深对于家乡高雄的了解 我们觉得高雄是一个港珠的城市 所以我们想说用灯塔的造型 我们来呈现高雄 有点港珠的城市的意象 然后灯塔可以指引着高雄 走向未来的光明道路 台湾灯会今年在高雄举办光点计划 呼应灯会意象将艺术带入校园 也让孩子从创作中学习 所以我们这次的学生团队里面 其实也做到了跨域的整合 是由建筑科同学加上图传科的同学 一同来设计 然后施工创作到完成 其实他们也是经过了非常多的一些磨合 因为不同类科的孩子 他们有不同的背景 但是其实可以激凤出更不一样的火花 高雄高宫新地景在入夜后 点亮了暖黄色的灯光 希望让校园中多了一盏照明 也为夜晚的校园增添温暖 记者邱玉婷 苏宇文高雄报导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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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